杨树林设计师用心地 把每一位客户的家 都当作自己的家来设计 多元跨界的设计团队 能够为客户构思许多坚固机能 还有实用 同时也兼具美感的独特空间 擅长旧屋翻新 收纳规划功力了得的杨树林设计师 今天要带来摆平空间的案例 不过在这里千云要先卖个关子 这可是结合了三种观众喜爱的风格 创造出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 很多人让我买房子的 可能在这一天当中 如果能力好一点 它可能有第二间或第三间的房子 那你每一间的房子风格 到底是要一模一样 还是要有一些些变化 还是你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元素 不愿意放弃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屋主 其实就有这么一点点影子在里面 像我们的屋主 之前在居住的时候 都是走比较美式 或是说古典的一个风格 整间就是以线板 然后白色的基底为主 那这次这个是它的第二屋 是有点度假性质的一个房子 所以在跟屋主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希望给屋主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来点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但是因为我们会兼顾到说 长期的一个居住习惯跟喜好 所以我们这次是在以古典跟美式的一个基底里面 去增加一些比较时尚 材质比较多元 然后与会比较丰富的一个元素 甚至说我们加进了一些东方的特性进来 让它有东方跟西方古典与现代的一个融合 OK 当然我也发现 其实屋主蛮喜欢这种圆啦 湖啦 这种比较有中国吉祥意味的图腾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说 我们东西方的文化还是有点不一样 其实在我们东方来说 我们就希望说是一个圆融 然后一个比较吉祥的一个意象 那所以这次在这个整体的空间设计里面 其实我们多加了一些圆的一个元素进来 那包括了我们使用一个铜钱的一个意象 去转化成圆形的图腾去帮它设计 玄关的地平也这个概念嘛 对 不只是玄关的地平 其实我们连大型的拉门 然后定做的一些手把 我们都用这个圆 而且在手把上面 我们还多增加了中国节编制的意象进来 当然啦 因为今天的空间当中 总是希望屋主的这个家 第二个房子跟他第一个房子的感觉 要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我发现树林在这边也 用了一些些以前可能他比较少见的材质 放在他的家里面 对 我想说在挑选材质的过程 其实对屋主来说是个突破跟挑战 因为就像比如说我们玄关的地方 我们特别去挑选了一个深黑色 然后带有结晶体的一个大理石 那其实这个部分 它进来随着我们的光影 它不管有没有摆饰 有没有挂画 其实都有它的不同的一个面貌在 那从这个玄关一转身的话 那我们正前面的一个端节 我们配置了一个艺术的透光玻璃 那因为这个艺术透光玻璃的话 它是可以让这个玄关可以更明亮 你有踩光进来吗 对 这也牵涉到我们从最初的课边开始 我们就是在格局上有帮他做一些调整 因为这个屏数大概差不多130屏 但是作为一个第二个房子 其实我们的屋主它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房间 所以我们把原本在住口附近 作为客房的一个空间 现在把它规划成书房 兼一个会客的一个起居室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一个艺术透光玻璃 让它的光线能够有丰富的变化之外 那也作为一个区隔 可以让它的东西可以更顺畅地 先引导到我们主要的客厅来 OK 好 所以今天的空间当中 屏数真的很大 那待会我们就来看在这空间里面 我们会用一些不一样的材质 让屋主的第二个家跟第一个家 有更多不同的变化性 好 既古典也要混搭时尚的东方风格 以进门要如何抓住所有人的目光呢 我觉得今天屋主家 如果请任何的客人来 经过玄关看到端景 只要进到客厅 没有一个人不会问说 哇 这块石材是什么 这个颜色好特别 对不对 对啊 这一次我们是用这个 中式屏风的概念 来做这个组成的设计 而且我们在材质上 挑选得非常特别 因为我想大家都很少看到 蓝色的大理石 真的很少看到 对 其实我们也是很难得 这个机缘去找到这样的一个 色泽的大理石 那经过跟我们客户的讨论 那他也大胆地采用我们的建议 而在中间的部分 那我们跟客户一起去挑选了 这一个梅花的一个艺术品的中间 那在秤底的部分 我们特别去选用了 这个薄盐片的一个食材 然后利用它的鞋纹 去增加它的丰富的一个层次感 并且我们在两侧 还有增加灯带 那就更可以去加强 它这个前后的一个立体感出来 OK 好 那么接下来今天这个房子的屏数 真的很大嘛 我们先来看看好了 因为沙发被墙已经很抢眼了 所以电视主墙 可能我们就比较素雅的方式 把它带过了 而且比较棒的是今天这个影音设备 我们完全是坎入式的 对 可以跟我的这个食材的墙面 做一个完整的平面 对 因为我们就是采用很专业的 音响机规的概念 你从正面的地方可以去做setting 那在后面的地方可以去做维修 OK 后面就是从书房进去维修了嘛 对 其实是方便的一个设计 对 好 其实在每次空间里面 像这么大的屏数 其实从玄关 如果我要到客厅的部分 一定要有一些设计上是空间的界定嘛 是 其实今天玄关到客厅 树林有界定这个空间 可是它不是只有做装饰 跟界定这个动作 你还把实用的部分放进去了 对 因为我想从玄关进到客厅 除了对这个主墙第一印象的一个惊奇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在它这个通道之间加入了就是我们去展示屋主它的一个收藏品 所以我们在两侧做了专业的一个展示 那可以去展示屋主这边收藏的各种的瓷器 其实我们连每片层板之间的这个分隔的玻璃 我们都去把它定制成这个有点圆弧的一个意象在 那去符合它整间的统一 所以我们会希望在每个细节上面 也让屋主和他的朋友来看到 知道说我们对每个细节的坚持 因为像这样子一个摆平的规划 我们将这个书房把它放在玄关旁边独立的一个空间 就跟卧房之间它有一个距离 可以保有在书房工作的一个私密性 在书房里面有一个屋主很满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展示柜设计 这个展示柜设计除了它的形象 是符合之前一个吉祥如意的一个形象过来之外 那我们在每一个局部的一个细部上面 也做了很细腻的规划 例如说它的层板 我们都做成双色的跳色设计 那在层板的下方呢 退缩一些做一个45度角的斜角 在后方去藏展示灯光的一个隐藏 那在分隔的每一片之间 我们结合了定制的铁键设计 以及木纹的结合 那增加它在材质上的多样性跟层次感之外 也让整体的质感大大的加分 除了这个展示柜之外呢 我们还有贴心的设计 因为在展示上面 其实不需要把它做到十分满 那我们除了展示之外呢 我们在有一个隐藏的拉门 后面它是可以去放一些替换的不同的液品 那屋主也可以将这个书房空间里面 非展示的一些东西 都可以收纳在这个隐藏的空间里面 除了展示效果做到之外 在收纳上面也可以完全的兼顾 所以我觉得屋主是非常满意这个地方 今天要房子这么大 所以在做很多设计的时候必须有空间的界定 除了刚才看到旋观到客厅的这个空间界定 我们变得是一个展示柜的功能之外 那从这个客厅到餐厅 这边也有空间的界定 同样也有食用的机能 对 因为我们在客厅跟餐厅之间 就用大理就把它做成一个像门拱的形状 那它的旁边周边 我们是用食材做线板的造型 加上说它的每个地方的界面 我们用黑色做一个勾缝的部分 勾个细边 对 就是增加它的立体感 它的层次会很丰富 那我们在两边的部分的话 其中一边我们是结构柱的包柱 所以趁匀身后 这个是结构柱的部分对不对 对 OK 然后我们加上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中国节的这个门把 那另外一边的话 就是我们里面是 作为一个红酒柜的手拿 OK 所以它还是有空间界定 然后也有食用的机能 对 而且我们将整个空间的中轴线 然后对称去抓得非常的工整 很在意有没有对称 对 有没有平衡的美感 对 好 可是说真的 来到餐厅这个区块 我觉得你给了它一点点华丽感之外 像今天的餐厨厨柜 我觉得它比较现代感的一个设计 对 因为像这一间的话 我们的收纳功能 已经做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认为说在餐厅的这个地方 我是设计的 看起来比较轻盈一点的 现代化设计 对 那除了后方我们使用灰烬 做一个空间的扩大之外 中间的柜子展示柜 我们也是用挑空处理 然后底下打光 这样子可以让整体 更轻盈的一个感觉 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刚刚这个树林也强调过 很多屋主在看这个施工设计的时候 是看细节的部分 对 其实这边的细节也勾了个边 对不对 对 我们不但是旁边去做一个 双层一个层次的凹凸的一个勾边的部分之外 其实我们柜子除了我们这个柜面 那连同我们里面的风板都是跳色的 OK 好 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说 可能这个房子买在林口会比较湿 可是事实上在桃园有些新兴的区块 听说这个湿度比较高 也同样是会存在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这个部分 因为也是度假宅嘛 对 所以你还是要帮屋主解决 这种比较实用的部分的问题 因为这个房子它是属于一个第二屋 它不是每天都住在里面 有人去做一个维护跟管理 所以我觉得说很重要的考虑 就是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 比如说温湿度的控制 那因为这个附近的湿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在前期规划的时候 除了冷暖空调系统之外 那还有全热交换器系统 其实我们还额外去考量了一个 自动除湿控制的一个系统在里面 那不但我们配置了全套的一个风管 以及它在各点的一个感应器 那以这个案子为例 我们去设定了55度的一个湿度 只要湿度超过55度的话 它就会自动启动 然后将室内的一个湿度去控制 在合适的一个范围内 那这样子其实屋主它可能 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 它再回来的时候 整体里面它的空气的品质 然后它的温湿度的控制 其实都是能够自动的去帮它去 维护在一个很合适的范围 OK 不会说两三个礼拜没来 然后一进来就会闻到那种 没人住的那种湿的味道 很怕那种霉味对不对 对 而且装潢也会坏掉 霉味跟湿气 对 那所以其实不但说这个 进来的时候可以空气清新 而且也不会有霉味 那我们的装潢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护 今天的房子平数真的很大 所以它的主卧室的面积呢 我觉得切成在台北市精华区 切成三间别人的主卧室 都绰绰有余 对 而且它是非常横的长项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把整栋房子最旁边 大概接近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空间 全部留给主卧室 然后我们把它归回来很像饭店的一个 精品的一个房间一样 那你知道像这么长啊 这样子细长型的一个主卧室啊 然后开口在这边 对 你要怎么去做格局动线的配置呢 就像我们从进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概在中间三分之一的地方进来 那我们在入口的地方做了一个小玄关 还有自己的玄关 旁边是一个茶水吧台 这样子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不用到厨房去 就可以喝个很温热的一个咖啡或是牛奶这样子 饭店等级嘛 对啊 好 那再走进来的话 我们有处于主人的一个小起居空间 嗯哼 再过来是主卧的一个クリンサイズ的大床 嗯 然后再过来就是最旁边 我们还在靠窗的地方 还有一个可以看书报休息的一个角落 OK 好 回到另外一侧的话 我想这个更衣间是很多人都会很喜欢的 好大间喔 一个非常大的更衣间 它功能我们把它分成非常完整 进门的地方 除了可以放一些穿过一次两次的一些大衣的空间之外 嗯 那后面不管是吊挂的 或是抽屉 礼带 或者是说首饰 还有一个 最近已经差不多快要180公分宽的一个化妆台 嗯 再加上这个专业级的一个打光的一个效果 OK 我还看到了一个很棒媲美那个精品等级的那个精品柜 对 里面还包含了不管是销售室 那或是比较大件的一些东西的分类的一个收纳跟展示 所以这个更衣室当然它的面积也够大 对 所以我机能可以做到这么完整跟这么齐全 对 每一样东西细节的分门别类都有自己的加根位置 是 好 那紧接着回来看到主卧的床头区 因为我刚刚说过这个房子是很像然后很大 所以它今天床头的设计 就不可能只做比床稍微宽一点点嘛 它涵盖的面积真的横向宽幅有够 够广的 对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你只做一个床头 那看起来就显得太小气了一些 对 所以我们使用一个波浪状的一个弧形的造型 好 从头到尾这样直接串联起来 它不只是塑造出了一个气势 也将一个空间内的三个功能 连在一起 全部去串联起来 OK 有一个整体感在 好 那大家今天问了 那如果配上这么横向 这么长相的一个主题式的床头墙面 那我的这个床头柜要怎么做 床边柜要怎么办 我们的床边柜我们是特别去设计 就是因为它空间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的床头 两侧的空间结合了床头柜 以及旁边起居室的小茶几 然后收纳跟展示 那我们利用白色的雪白云壶大理石 结合铁剑烤漆 那它就是不会觉得说你只是一个柜子 而是它跟空间是整个融合在一起的 对啊 所以像今天这样子一个大瓶树 很多格局的规划 可能我们不能用小瓶树的概念来看它 我们要把它整个放大做整合的设计 来看这个空间 对 古典 现代 东方 乍听之下 好像完全不相干的风格 其实只要把其中经典的语惠稍微做转化 就可以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而且书林不仅仅做到的是风格到位 更在许多细节的试作上面提高了质感 我相信这一间作为屋主度假 或者是迎宾使用的空间 绝对可以让大家喜欢喔